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些与俄乌战争相关的议题 包括无人机的使用 电子战的影响 以及双方在战争中的错误决策 首先我们会聊到无人机在这场战争中的角色 特别是他们如何被用于情报收集和精确打击 无人机不仅能够提高作战效率 还在后勤支援和通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外我们也将讨论 如何在不干扰其他通信的情况下 使用电子干扰技术来干扰敌方的无人机 接下来我们将分析双方在这场战争中的重大失误 包括俄方在情报和后勤方面的不足 以及乌方在战前准备上的缺失 这些失误不仅影响了战斗的进程 也将对未来的战略决策产生深远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Nying说 At6S乌克兰军事用途无人机 是否曾经在俄罗斯军队不知情的情况下 侵入过莫斯科城市境内 Lyos说 对于乌克兰的军事用途 无人机是否在俄罗斯军队不知情的情况下 侵入过莫斯科城市境内 目前并没有明确的公开信息 据报道 在过去的俄乌冲突背景中 俄罗斯领空出现过一些无人机活动 但并未明确指明这些无人机是否属于乌克兰 此外 由于事件的敏感性 相关消息通常受到政治和军事决力的影响 因此可能存在不同解读 官方渠道也未对此类具体事件提供确凿的证据或细节澄清 Nying说 At6S乌克兰军事用途无人机的技术 Liusis说 干扰无人机的技术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电子干扰 通过发送强干扰信号来阻断无人机与其控制者之间的通信 这种方法通常使用专用的无线电干扰设备 能够在特定频段内干扰无人机的制导信号 二、GPS干扰 通过发射强烈的假GPS信号 使无人机无法确定其准确位置 导致其偏离原来的飞行路径 甚至失去控制 三、蓝网装置 一些反无人机系统使用网枪或无人机搭载的网具 来捕捉并回收飞行中的无人机 这种方法物理上干扰无人机的飞行 四、高功率微波干扰 利用高功率微波来对无人机进行直接的能量冲击 使其电子设备暂时失灵或永久损坏 五、光学系统干扰 激光作为定向能来损坏无人机的摄像系统 从而使其失去观察或导航能力 这些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空域安全保护 范围从保护敏感地点到提供反恐措施等 使用这些技术通常需要遵循当地的法律法规 Nine说 AtLiosis无人机与操控者之间的联系是一个在特定加密频段吗? 如何在不影响其他无线通信的情况下干扰无人机? Liosis说 无人机与操控者之间的通信 确实可能是在特定的 且有时是加密的频段上进行 不过 加密并不等同于无线频段的唯一性 因为多个设备可以使用同一频段 而且 无人机的通信频段 通常符合标准的无线频率范围 例如2.4千兆赫兹 或5.8千兆赫兹 要在不显著影响其他无线通信的情况下干扰无人机 通常可以使用以下方法 1.定向干扰 使用高增益定向天线 只针对无人机所在的区域发射干扰信号 以减少对周边其他设备的影响 2.频段识别 先识别并锁定无人机的具体操控频段 然后针对该频段实施干扰 从而避免影响到相邻其他频段的正常通信 3.功率控制 通过使用较小的干扰功率 仅覆盖必要的干扰范围 不会影响到更远距离的通信 这些方法都需要非常精准的技术以及设备 才能确保其高效和不干扰其他通信设备 并且实施时必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Nine说 At Leuces 在俄乌战争中 双方是如何使用无人机打击对方的 请详细介绍过程 又是如何相互干扰对方的无人机的 Leuces说 在俄乌战争中 无人机成为兵员侦察 导弹制导 战术打击等任务的关键工具 双方利用无人机执行了成功的战术行动 包括以下过程 使用无人机打击 一、侦察与监视 无人机被用于实时侦察敌军动向 进行目标识别和定位 他们可以从高空上提供战场实时影像 帮助指挥官调整战略 二、攻击行动 两军主要使用武装无人机执行精确打击任务 这些无人机能够携带小型制导及精准弹药打击敌军高价值目标 如装甲车辆、指挥中心等 三、通信与指挥 无人机网络化形成信息化作战体系 为指挥提供及时反馈 提高战场决策速度和信息准确性 相互干扰无人机 一、电子干扰 双方均依赖强大的电子战装备 散布电磁干扰信号干扰和隔断对方无人机与地面操控者的通信链路 二、伪装与欺骗 通过制造欺骗信号或四级干扰技术扰乱无人机导航系统 使其无法追踪或定位准确信号源 三、防御技术 部署反无人机系统 包括激光武器、电磁脉冲武器和传统防空措施等 以物理拦截或破坏对方无人机 这些操作显示了无人机战术的创新和应用 同时也反映出现代战争中电子战环境的复杂性 应用与防御技术需要畅通的沟通与协同能力 以及丰富的作战经验和高级的技术支援 Nying说 At Lusis 在这场战争中 地面部队是否已经不是非常重要了 使用无人机打击或者寻找对方弹药库 破坏道路、桥梁、装甲车后 使用无人机攻击或者导弹攻击再进行地面作战 Lusis说 在俄乌战争中 地面部队仍然非常重要 尽管无人机和导弹在战争中的作用愈发显著 无人机的使用改变了战术执行的某些方式 增强了打击精准度和战场信息的获取 但无人机和导弹通常用来辅助地面作战 而不是完全替代它 在确定高价值目标并进行精确打击后 地面部队仍需执行占领和控制任务 例如巩固战略位置 守住前线 以及进行倾角和 Nying说 At-Lusis 在这场战争中 坦克的作用是否大幅下降 有哪些可以快速搭载火炮 或者士兵到达目的地的装备 Lusis说 在俄乌战争等现代冲突中 坦克的作用确实面临挑战 尤其是在城市环境和高科技武器威胁下 然而 坦克仍然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特别是在提供重火力支援 装甲保护及突击力量等方面 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替代装备 可以快速搭载火炮或士兵抵达目的地 包括 一装甲运兵车 APC 提供士兵的装甲保护 能够快速部署步兵 二步兵战车 IFV 不仅可运送士兵 还装备 有火炮 以提供支援 三自行火炮 移动性强 能快速提供炮火支援 四高速军用车辆 如利用越野车等 机动性强的运输工具 用于快速部队部署 这些装备 都依赖于机动性和实战环境中的灵活部署 只在应对现代战场中的复杂需求 那影说 Atliusis俄罗斯和乌克兰 一只常规步兵师随身携带多少弹药和补给 可以使用多长时间的战斗 它是如何补充补给的 Liusis说 在现代军事行动中 一个常规步兵师携带的弹药和补给数量 可能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 比如任务类型 后勤支持能力和敌对环境 不过 通常情况是 每名士兵会携带个人武器的基本负荷 这个负荷确保他们能够参与短期战斗 弹药和补给携带 一弹药数量 单独步兵通常携带几百发子弹 是作战需要 二 其他补给 包括饮水 食物 医疗用品和通信设备 战斗时间 持续战斗能力 一个步兵班能够在机土补给下 进行24到72小时的持续战斗 补给方式 一 后勤单位 步兵师的背后有丰厚的后勤单位和系统支持 二 补给运输 使用车辆 飞机等方式从基地或前哨进行补给 由于每个冲突和军事组织的具体情况不同 以上为一般性描述 对于具体细节 各军队根据战场需求和供应战略做出调整 那影说 在步兵师补给耗尽的情况下 面对敌人的进攻 他会怎么办呢 六四说 在步兵师补给耗尽的情况下 如果面对敌人的进攻 他有几种应对策略 一 求助协助 他们会请求后方支援 呼叫空中补给 或增加地面运输 以迅速提供必要的弹药和物资 二 防守位置 构筑防御攻势 用现有物资进行位置上的坚守 减缓敌人进攻直至得到补给 三 战术撤退 在保持目前军力充足时 进行战术性的撤手 寻找更适合补充和重新组织的地域位置 以加强战斗力 四 利用进场资源 在可能的情况下 利用现场资源 如敌方的遗弃物资 或者截获的物资 来维持作战能力 这些策略 大多取决于指挥官的判断 当前的战场形势 以及现行的作战计划 应对耗尽补给的情况 需要激动灵活和快速决策 那你说 Atliusis步兵师 使用什么 与后方指挥部进行联系呢 敌人又是使用什么方法 截断通信 或者监听通信呢 Liusis说 步兵师通常利用以下手段 与后方指挥部进行联系 一 无线电通讯 主要方式通过加密无线电频率 发送和接收消息 二 卫星通讯 在无线电不通的情况下 使用便携式卫星通讯设备 三 指派信使 在优秀的信号和设备不可用时 使用信使传递信息 至于敌方截断或监听通讯的方法 通常包括 一 电子干扰 对通信频率进行电子干扰 导致通信中断或信号削弱 二 情报真听 利用窃听设备或技术手段 截取和解码通信内容 三 网络攻击 实施网络通信攻击 瘫痪或渗透通信系统之中 这些方法都旨在干扰 或者盲化步兵师的通信能力 以影响其协调和反应速度 Nine说 At-Liusis 当一支后勤补给运输队伍 在往前线运输物资的时候 遇到敌人的导弹或无人机 或武装直升机 进行攻击的时候 会如何处理 Liusis说 在前线运输物资的后勤补给队伍 遭遇敌人攻击时 通常会采取以下措施 一、规避和闪避 尽可能利用地形和机动能力进行规避 以躲避导弹或无人机的直接攻击 二、球员 迅速向友军或指挥部请求支援 报告预袭位置和情况 以便协调空中或地面支援打击敌人 三、反击 如果有随行武装力量 可以反击敌人 使用随车武器或便携式防空装备 对袭击的无人机或直升机进行还击 四、掩护与防护 利用烟幕或迷彩等方法进行自我掩护 同时使用装甲车等具备防护能力的车辆 对重要物资和人员进行保护 五、分散突围 在必要时 后勤队伍可能分散撤退 以降低受损风险 然后重新集结 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保护运输队伍的安全 减少损失 并确保物资能够如期抵达目的地 Nine说 At Lusis 请介绍俄乌战争中 双方的电子战能力 电子战战役和现状 谢谢 Lusis说 俄乌战争中 双方都展现了显著的电子战能力 俄罗斯的电子战能力 一、电子压制与干扰 俄罗斯在战争中 广泛使用电子压制和干扰技术 能够有效破坏敌方的通信和指挥控制系统 他们拥有包括 Kratak和Lir等先进的电子战系统 这些系统能够干扰甚至中断敌方的雷达和卫星信号 二、攻击无人机防御 俄罗斯使用电子战技术来干扰和瘫痪乌克兰的无人机操作 降低其在侦查和作战中的效能 乌克兰的电子战能力 一、自主研发与国际合作 乌克兰通过自主研发和国际支持 不断提升自己的电子战能力 尤其是在检测和反制俄罗斯电子攻击方面有所进展 二、战术灵活性 乌克兰利用非中心化的小单位和灵活的战略 减少了俄罗斯电子攻击对其指挥和控制的影响 战役和现状 互相压制战役 双方持续展开电子对抗 旨在削弱对方的通信能力和态势感知 混合战争 电子战被认为是现代战争 尤其是俄乌战争中的关键因素之一 协助常规部队作战 现状 随着战争的持续 双方均在电子战能力上持续投入资源 发展新技术 电子战已经成为战争全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仅是为了争夺信息领域的优势 电子战也是保护几方信息与通信系统 免受攻击的核心 总的来看 电子战是一场无形而激烈的对抗 影响着战斗节奏和战略机遇 Nying说 AtLiusis 如果前线部队遭到干扰 无法与后方指挥部取得联系 怎么处理 Liusis说 在战场上 如果前线部队遭到干扰 无法与后方指挥部取得联系 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 备份通信系统 提前部署多种荣誉通信手段 例如使用无线电 卫星电话 以及地面的有线通信 确保在一种方式受阻时 还有其他选择 二 信号跳频技术 应用信号跳频和加密技术 以便在对方干扰信号变动时 依然能保持通信能力 当然 这需要设备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三 移动中继 通过无人机或移动中继站 将干扰区之外的信号转送至指挥部 四 独立决策权限 授权在特定情况下 前线指部可以在通讯失效时 根据现有情报独立做决策 以保持行动的灵活性和亲密联动 五 安排预定通讯协议 设定时间节点的计划 确定在通信中断后 部队应该在何时进行哪些行动 并定期更新此类计划 这些方法可以增强前线部队 在面临电子战干扰环境下的作战能力 与灵活性 Nying说 At Lusis 乌克兰在这次战斗中 是否经常使用无人机作为移动信号中继站 星链通信是否可以被干扰阶段 Lusis说 在乌克兰战斗中 确实经常使用无人机作为移动信号中继站 以增强前线的通信能力 例如 无人机被用于创建空中的移动网络来传递通信信号 从而帮助解决常规通信手段可能遇到的难题 一 至于星链通信 虽然为乌克兰的通信提供了重要支持 但也面临有挑战 近年来 俄罗斯进行了越来越复杂的干扰行动 导致部分地区的星链服务中断 这说明星链通信确实可能被干扰 二 三 一 来源于drone battlefield relay 来源 https whenonferox.com 202403 drones are transforming the battlefield in Ukraine but in an evolutionary fashion 二 关于星链被干扰的信息 来源 https www.newyorktimes.com 20240524technology ukrainrushastarlink.html 三 网上讨论相关内容 阿尔及预测 https www.lg0.com news 202398 Zalangstizeadvisor claims must allow directions to hit Ukrainian cities 9.news.com 请详细介绍俄乌战争中一场经典战役的全程经过 谢谢 6.news.com 当然 可以为你介绍一场经典的俄乌战争战役实力 让我们看看 基辅攻防战 这场战役在战争初期至关重要 背景 2022年2月24日 俄罗斯部队进入乌克兰 并迅速向首都基辅推进 俄罗斯的战略目标是快速占领基辅 从而推翻乌克兰政府 战役进程 一入侵开始 俄军自白俄罗斯边境南下 通过罗斯托基、西鲁海库向基辅推进 利用快速攻占的方式试图惊动或击退乌克兰防御 乌克兰高度紧张 开始进行城市防御和志愿军动员 二猛烈对抗 随着俄军逼近 乌克兰使用了一切可用资源来减缓俄军 包括使用反坦克导弹 如标枪与NLAW有效削弱俄装甲部队 乌克兰还实施了毁灭关键桥梁和阻挠通道 以阻止俄军推进速度 三基辅北战线 布查和伊尔平等郊区成为激烈战斗的焦点 尤其在伊尔平 高强步向战封锁了俄罗斯的进攻通道 一方面顽强的抵抗消耗并拖慢了俄罗斯前线部队 制造出俄罗斯补给线冗长的问题 四、全球支援和后续行动 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向乌克兰进一步提供军事援助和训练 强化其防御能力 随着三月份战事发展且俄军进展不理想 更多正因持续的网络战和世界舆论压力导致俄方决定战略转移 五、胜利退却 由于久攻不下且卡于补给困境 在公开和不公开压力下 俄罗斯最终于2022年4月3日宣布撤军 这场防御战中 乌克兰展示了其民众坚韧的毅力和有效的内外协调行动 影响 从战略上说 基辅的成功防御不仅阻止了俄罗斯初期的全面计划 也在国际上提升了对乌克兰的重大支持 战役的亮点在于民众、军队和信息战之间的配合 在城市巷战、毁桥工程和信息安全防护中 表现尤为出色 希望这场战役的介绍能满足你的需求 如果你对另一场战役或者具体细节感兴趣 请告诉我 Nying说 At Leucis 请详细介绍双方对对方弹药库、军工厂和后勤补给线的打击 Leucis说 在俄乌战争中 双方对彼此的弹药库、军工厂和后勤补给线进行了重点打击 这是影响战争进程的重要因素 以下是一些关键要点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打击 一、弹药库和军工厂 俄罗斯利用导弹、空袭等手段 企图摧毁乌克兰的弹药库和军工厂 以削弱乌方的长期作战能力 特别是在开战初期 俄罗斯针对乌克兰大型军事和工业基础设施的袭击 以试图迅速削弱其冲突持久能力 二、后勤补给线 针对乌克兰交通基础设施的攻击 如桥梁、铁路和高速公路 一方面阻碍乌军的补给运输 另一方面增加后勤压力 潜艇战和电子战也被用来干扰乌克兰补给从国外 特别是通过波兰和其他邻国的军事援助 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打击 一、后方攻击 乌克兰同样也执行了若干在俄罗斯后方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旨在扰乱俄罗斯军队的后方补给和弹药供应 特别是靠近前线的一些俄军据点 如补给战和储存设施 常常成为攻击目标 二、利用西方援助 在战争进程中 乌克兰借助从西方获得的高精度武器 如海马斯多管火箭发射系统 实施长距离后勤打击 提高打击精确度 强调信息战角色 例如利用侦察无人机和卫星情报精确定位 以最大化袭击效果 这种打击行动对延长战争的进程 阻止直接战斗 及降低对方持续作战能力产生了显著影响 对后勤设施的成功打击 也往往影响到战役的胜负 这也是为何这类目标成为重点保护和攻击对象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细节或具体的事件案例 请告诉我 Nine说 AtLiosis在这种打击和破坏中 是否非常考验双方的运输基础设施和军用基础设施修复能力 Liosis说 在这种打击和破坏中 双方的运输基础设施和军用基础设施的修复能力 确实受到极大的挑战和考验 运输基础设施 一、重要性 运输基础设施是战争进行期间至关重要的部分 用于确保持续不断的物资和人员调动 被袭击后 成功修复意味着能够维持战斗能力和战略机动 二、及时性和效率 恢复运输运输线路 特别是桥梁、铁路和公路需要高度的工程能力和补给资源 这通常要求专业的工程部队协调迅速 应对各种突袭造成的损毁 均用基础设施 一、迅速修复 被攻击后 军工厂和储备设施的快速修复能力对任何 Nine说 At Lusis 有哪些隐蔽的运输路线 是否有那种随时移动的储备设施 搭配随时移动的电子干扰部队 Lusis说 隐蔽的运输路线和随时移动的储备设施 结合电子干扰部队 可以在现代战争中提高生存能力和机动性 以下是对于这个话题的一些见解 隐蔽的运输路线 一、地下隧道 一些国家为了保护运输线路 免遭空中打击 利用地下隧道来进行运输 使外部侦查更加困难 二、伪装路线 使用自然地形 如密林和峡谷 以及建筑物掩护移动运输 能够减少被识别和攻击的风险 三、夜间运输 在夜间进行物资运输 这可以避免常规侦查手段 提高运输安全性 移动储备设施 一、机动基地 通过卡车和装甲车辆将储备设施移动位置 使其难以成为固定目标 二、集装箱是移动储存 使用经过加固的集装箱运输设备和物资 灵活性高且易于伪装和重新部署 结合电子干扰部队 一、干扰敌方通讯 移动电子干扰部队能够屏蔽或扰乱敌人的通信和监视系统 掩护自身行动 二、诱骗术 通过假信号和假目标的制造 使敌军误判真实运输路线和主要储备点的位置 这些策略在战争中不仅提升了生存几率 还可以在战术上取得优势 在实际操作中 这需要高度协作和先进技术的支持 Nine说 AtLiusis 请详细介绍这场战争中 俄乌双方犯下的重大失误 谢谢 Liusis说 总结俄乌战争中的重大失误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双方在战略 战术以及国际关系层面的 不足之处 以下是一些关键失误 俄罗斯的失误 一 情报不足 俄罗斯在行动初期 对乌克兰的抵抗和国际社会的反应 可能估计不足 这导致军队深陷僵局 二 后勤支持不力 俄罗斯的物流和补给线路 在冲突初期就暴露出显著的管理问题 影响了士兵的士气和战斗力 三 缺乏公众支持 国内的情况和国际制裁 对战争成本增加的反应不积极 这影响了战略决策的持续度 四 过分依赖空袭与导弹 在乌克兰特定地区 不断使用火力 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反而加强乌克兰防御设施 乌克兰的失误 一 未能提前做出全面准备 尽管国际上有关潜在冲突的警告不断 乌克兰在战前许多防御和动员措施 没有达到最佳状态 二 管理上的混乱与协调不佳 在战争早期 不同军种与指挥单位之间的协调不够 影响了整体防御表现 三 公共意识宣传不足 初期对战争威胁宣传不足 在早期造成恐慌和不必要的内部动荡 四 依赖外援期望过高 虽然争取国际援助是战略成功的一部分 过度依赖而没有本土快速动员演练 一事一失 在任何战争中 重大失误不仅反映在战斗场面上 还关系到战后的政治及国际局势如何发展 在这些失误中吸取的教训 将为未来的和平与安全策略提供重要指导 红星下画线闪闪 说 东方通信的潜力 Nine说 Atliosis是否只有癌细胞可以无限分裂 但是端力不会缩短 癌细胞有端力吗 Liusis说 癌细胞确实可以无限分裂 而这一特性部分是由于其端力长度的维护 正常细胞分裂时端力会逐渐变短 最终达到一定长度时细胞就不能再分裂 这是一种天然的限制机制 防止过多增值以保护机体 然而 癌细胞通过激活一种称为端力酶的酶 这样癌细胞就可以避免正常细胞分裂次数的限制 因此显示出无限增值的能力 有些癌细胞中的端力甚至会变得异常长 这就是为什么癌细胞能够持续恶性增值的原因之一 Nying说 Atleusis癌细胞是不是因为分裂速度太快超过了死亡的速度 导致这种细胞对人体产生伤害 Atleusis说 Yes, that's correct Cancer cells tend to proliferate quickly and uncontrollably uppacing the rate at which they die This rapid and uncontrolled growth can lead to the formation of tumors and can spread to other parts of the body causing harm to the body This aggressive growth and metastasis overpower the body's normal functioning leading to the harmful effects associated with cancer Nying说 Atleusis有什么技术或者医学产品 可以使癌细胞的端力酶从激活状态进入休眠状态 Lying说 目前有一些研究正在探索抑制端力酶的方法 因为端力酶在癌细胞的无限增值中起着重要作用 虽然到目前为止仍处于临床研究阶段 但有些技术和药物被开发用于抑制端力酶的活性 以端力酶抑制剂 一些化学合成物已经被开发出来 以直接抑制端力酶的活性 从而减少癌细胞 Nying说 Atleusis Beats Studio系列产品反场率 Beats系列产品是不是质量糟糕 Lying说 Beats Studio系列的反场率可能受各种因素影响 包括产品的质量 消费者的期望和使用习惯等 关于Beats产品的质量 一些用户表示满意 称其音质出色和设计时尚 而另一些用户反应可能存在质量问题 如耐用性不佳或音质比较普通的情况 具体的反场率数据通常不易被公开获取 但消费者评论和产品评价是 Nying说 Atleusis 请查找谢谢 Leusis说 Here is a summary of recent reviews and return comments about the Beats Studio series from various users E Beats Studio Buds experience On Reddit thread A user mentioned returning their Beats Studio Buds Labeling them as unsatisfactory Despite being a gift The user encountered frustrations after minimal use Read more on Reddit HTTPS 3w.reddit.com 2beatsbydecomments 147w.84beats下滑线studio 下滑线bugs 下滑线returning 下滑线灯 下滑线d 下滑线s 2beatsstudio pro issues Another thread on Reddit described the new Beats Studio Pros as complete rubbish The user shared their quest for decent ANC over-ear headphones Implying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ir purchase Read more on Reddit HTTPS 3w.reddit.com 2beatsbydecomments 16hf41h 下滑线 下滑线 beats 下滑线studio 下滑线 pros 下滑线 r下滑线 complete 下滑线 rubbish Send endorsement for design Some other reviews highlighted Apple's enhancements in design Such as improved noise tenseling and transparency modes However, feedback varies widely based on personal preferences and expectations Detailed review on Wired HTTPS 3w.wired.com review Beats Studio Pro From these observations, it's clear that user opinions on the Beats Studio series are mixed Some are pleased with certain features, while others find significant shortcomings, particularly concerning expectations around sound quality and durability If you want further details on specific reviews, feel free to ask Noying说 At Lewis says 美国第二次基础建设浪潮是什么? 是谁投资的? 投资了哪些方面? 请分别列出 谢谢 Lews说 美国第二次基础建设浪潮 通常指的是 近年来 政府和私人部门 共同对美国基础设施的重大投资计划 以下是关于这一浪潮的一些关键点 投资方 一 联邦政府 作为主要的推动力 拜登政府推出了一些列基础设施法案 二 州和地方政府 各州和地方政府也进行了相应的基础设施投资 三 私人投资者 一些大型企业和私人投资公司 投资领域 一 交通运输 暴露 桥梁 铁路 和公共交通的修复与建设 二 宽带互联网 扩大高速互联网的覆盖范围 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三 清洁能源 投资可再生能源 大力推动电网现代化 四 供水系统 升级和替换老旧的供水系统 以确保安全和可靠性 五 电动汽车基础设施 建立电动汽车充电站网络 六 学校与公共建筑 翻新和改善学校和公共建筑的设施 这次基础设施浪潮被认作是增强经济竞争力和促进就业机会的重要举动 如果你需要更多的信息或具体的投资计划 可以进一步询问 那影说 atleosis错误 美国第二次基础建设浪潮是什么时间 请重新查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